所以我们就是今天再继续上一次停留下来的部分 所以请你们就是打开你的那个综合科学课本 也就是第九章 第九章就是第201 201 我是那个是华文还是华文的 华文的 华文的 英文的我们已经是上缓了 上一次我们讨论那一个作业不学 然后上一次也讲到就是9.1跟9.2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继续就是9.3的部分 29.3在那 201页 好 所以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我们继续 只是有一样东西 就是等下我翻一下 201 只是上一次 尤其是在那一个 第198面的那个小档案 其实那个板块 你们不需要去背 就是我已经confirm过了 其实你们不需要去背 198面 那个板块 什么是 201页 只是 before201页 之前 小档案那边 尤其是198面 之前我有叫你们去背 其实板块你们不需要背 你只需要背的就是它的那个大陆 就是9.2.2的 就是那个大陆 我们就是会有那一个 亚欧 非洲 北美 南美 南极 欧大利亚 这个大陆 板块你不需要去背 你只需要知道我们其实是有这些板块 六个板块到完全部 所以我们就只是背大陆就OK了 然后呢就是除了这些以外 那个小档案那边呢 就是你们也是需要知道什么是那个马利亚那海沟 马利亚那海沟 就是第198面的第二段 就是它里面就是会有那个板块 如果它碰撞的话 它就是会形成这一些 这个山脉啊 或者是岛湖链啊 或者是海沟啊等等 所以当中有一个例子呢 就是这个马利亚那海沟 马利亚那trench 所以呢其实就是在我们那个199面 你可以看到这个深下去的 这个 这个部分呢 陷下去的话呢 其实就是那个 我们讲海沟 海沟啦 OK 陷下去的这一个 所以就是这些而已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之前那个9.2.3那边 9.2.3那边的话呢 就是有提到就是我们的那个地球上 其实我们地球也是算是一个水球来的 只不过呢 你可以发现到就是它 那个地球上的水啊 它其实海洋就是占它的种水量 种水量大概是96.53 96.53都是海水 然后鲜水啦 然后只是2.53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陆地上的淡水 就是可以喝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2.53可以喝不了 可是呢2.53呢 我们又再可以细分变成 比如讲就是30.06% 30.06%呢 通常都是可以拿来喝 然后自己冰川水呢 我们很少去那个冰川那边拿水的 所以呢 你可以发现到就是我们可以收集到的那个水源 就是多么的少啦 是海沟其实是很深啦 所以尤其是那个玛利亚那海沟呢 它其实就是最深的海沟咯 它就是最深的 它就是可以深很深很深那种 所以其实它们都是因为是 那个板块碰撞 或者是分裂 所组成的啦 OK 所以呢 这一个 然后上一次呢 我其实也是有讲到 就是有关于201面 也就是9.3那边 所以我们其实就是会有提到这一个 山地啊 高原啊 蓬地啊 丘陵啊 跟平原 这五个东西呢 你们其实是要懂得怎样去区分啊 所以比方说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山地的话呢 它地势很高 起伏又差异很大 就是说它突然间竖起来咯 它的海拔呢 就是可以到500m以上啦 所以海拔就只是纯粹是它们测量那一个高度而已 然后呢 在接下来的话呢 另外一个就是高原 OK 高原的话 它其实也是一样 它地势很高 可是呢 它就是很平坦 宽阔 就像跟我们那个云顶高原这样咯 云顶高原 OK吗 或者是金马轮高原也OK 所以这些高原 高原咯 它地势很高 然后你可以在那边建那些建筑物跟一些些设施的 因为它平坦 OK 然后呢 另外一个呢 丘陵 丘陵的话呢 它其实有一点点像跟山地一样 只不过丘陵呢 它是起伏 OK 只是它波度是较缓 比较矮一点 我们讲 它是起伏 一直这样上下上下上下 好像一个波动这样 可是呢 它就是比较矮咯 比起那个山地的话呢 它就比较矮一点 OK 然后呢 另外一个呢 就是平原 OK 平原 比如讲 纽西拉那边 他们就是有这个平原 或者是蒙古那边也是一样 它有平原 这个平原跟你的那个高原呢 高原就只是在地势高 平原呢 就是在地势低的地方 所以他们两个都是平坦宽阔的 OK 所以我们就是会有这一些的那个陆地表面上的一般的情况了 所以最后一个呢 也就是盆地 OK 盆地的话呢 它其实它是四周围很高 就像一个盆这样的 就像一个水盆这样的 所以它四周围高了 中间就突然间低下去 陷下去了 所以我可以讲 它就像一个水盆这样的 你看 你像一个碗 是像碗 也可以 你就是好像一个碗这样的 它四周围是高的 然后呢 里面就陷进去里面 所以这个就是盆地 OK 所以就类似这样的 所以你们要背哦这个东西 只是 这一个呢 我只能跟你讲 一般上考试其实同考啦 真正来讲的话啦 我是没有看到它出几个啦 OK 只是因为你们下一次的大考试要考到 所以你们就是可能就是你要去读了 所以这一次呢 我们的大考呢 就是一到九 没有错的话 到时候我再跟你们 confirm一下啦 好像又没有这样多这样 过后我再跟你 confirm咯 所以 这个大考的话 好像是没有这样多啦 还是我错乱跟那个初二了 OK 所以我再跟你 confirm一下啦 我好像是有跟你们讲那个大考的范围了 我已经send去你的group里面了 我好像是看错除二的 你们的group里面啊 就是如果你忘记那个大考考到那里的话 你可以check一下咯 OK 我看一下啊 你们的大考 是 哦 一到八啊 抱歉 讲到九不了 一到八啊 OK 就是包含着 那个生化跟物理哦 一到八 九没有啊 九没有啊 九是下一次的 OK 对啦 下一次的考试啦 所以呢 在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小档案 你看又再多一个小档案 只不过这个小档案呢 你其实是不需要去背 它的那些沟谷啊 三角洲啊 龙洞啊 这些 你不需要去背啦 你看 这一个呢 你就只是纯粹知道 就是说 这一个呢 其实我们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风景 跟自然的这些地区啦 其实就是因为地球呢 它内部跟外部 就是有那一股的力量 就是有一股的力量 让那个地壳隆起 或者是凹陷 然后呢 或者是外部的力量呢 不断消低那个山峰 填平生骨 填平生骨 所以使地表呢 事与平胆 等等这一些啦 所以呢 这一些呢 其实你不需要去 去背啦 我只能讲你读过就可以了啦 你看 因为你这一些呢 比如讲 你可以看到就是 比如讲在你的那个202面啊 所以流水对地表形态的影响 所以呢 这个通常都是因为是流水咯 你看 它一直被水冲 冲到有那个形状为止 对吗 不错 我不觉得不错 因为其实我自己也不懂 有时候我自己也不懂 我在 我在这里的认知啦 因为 有时候你讲比较深一点的话呢 我是真的是回答不出给你啦 我真的是还要去找资料啦 只是这里的话呢 你讲地壳边东 或者是地形变化的话啦 它其实就是由这个202面 比如讲流水 风跟波浪所形成的 流水的话 比如讲你讲山水哦 它一直冲嘛 冲到它有那个形状为止 或者是三角洲呢 你可以看到它的那个河流连接在一起 它就是有一个battern 或者是溶洞 我们讲中乳石那些 所以我们学校那边 其实也是有那个中乳石哦 你讲那个battern那边啊 它就是上面有一只 那一只的那个东西 就是 就是中乳石啊 我们讲 它一直滴滴滴滴滴滴滴了 它就变成一只东西出来 那一个呢 那个呢 其实也是一样 就是因为流水哦 流水哦 所以出来的东西啦 那个是一个自然的现象啦 OK 然后呢 除了这些流水以外 我们还有讲风咯 风咯 它一直吹风啊 所以我们就是会有 沙丘啊 风俗的 风俗的那一个城堡啊 那些城堡啊 它们久了 它就是 比如讲那些 古迹啊 我们讲古迹啊 它就是 好像被那些风啊 吹打了 然后慢慢的 被侵蚀掉等等之类了 我们讲所谓的风化 水是有腐蚀性 其实不算 水不算是有腐蚀性啦 就只是因为 你一直常年累月 一直这样冲那个石头哦 虽然我们都是讲 石头是很难 融于水的 可是呢 每一样东西 它都是会有极限 终究呢 它也是会慢慢 被那个水 冲到变成有形状去 对吗 所以 因为你们把那个石头 丢进去水里面啊 其实我们都是讲 它不能融 不能融 可是实际上呢 它并不是不能融 它是非常的难融 你看不到而已 总有一天呢 你可能要过很多年 它才可以 冲到变成有形状去 类似这样的摩擦 一直摩擦 它经过很多年 一直摩擦 摩擦到变成有一个形状出来 你看 木星的东南西北 是六角星 这个我就不清楚 这个 这个我就真的是不清楚 五角星 这个我不清楚 这个木星 那个 那个是另外了 我过后 我找了 我再告诉你 OK 地水穿石 也可以 地水穿石 那个水地 总之 那些石头 它其实你一直被水冲的话 过了很久很久了 过后 它就是会有一个形状 对 这个算是一个地质学 它算是一个地质学 你学这些东西 你学那些地质 你的那个 这些东西 或者是石头 总之地质学 它就是geology 你是学石头的东西的 跟那些地区 山地那些 都是地质学 火山也是算是一个地质学 地震也是 板块移动那些都是 OK 然后除了这些呢 这个是被风吹 然后呢 在接下来的话 在你的那个小档案那边 海浪也是一样 海浪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是海边那边 我们就是会有 海竹洞 然后海 就是海竹竹 所以这一个海竹竹 所以这一些都是 海浪冲出来的一些的现象 对啦 天然的桥也是可以算是一个 只是如果你讲天然的桥的话 你讲那些石头 那个我只能讲是刚刚好 刚刚好 它就是被冲到变成这样去 就是人类它在稍微改善一下 你就变成一个天然的桥 刚刚好 我们讲 每样东西都是刚刚好 OK 然后沙滩 然后沙滩也是一样的 就是因为被海浪冲的缘故 所以它就是会有一个形状出来 所以就是这几个 所以除了这一些以外呢 其实就不同的地形 就是在203面的话 就是不同的地形 不同的气候 不同的环境 所以它就是会有不同的生物 居住在上面 所以这一些呢 其实就是形成各种的景观 就比如讲热带雨林 温带草原 沙漠 沼 沼泽地 东园跟冰川等等 这些 123 456 所以它就是会有这一些东西 如果你讲考试要出的话呢 我只能讲 应该是不会出到这样深 这应该是不太会出啦 如果你讲它要出的话呢 就是前面的 那个六个陆地啊 然后四个海洋啊 那一些你要去读啦 或者是那个盆地啊 高原啊 这些啊 你要懂得怎样去区分啊 所以因为这一个东西 这个章节 它已经是fact了的 你 你其实是不需要想到那么多 你只是 需要找一个时间 来慢慢消化这些东西吧 所以这一个章节 它大致上就是讲这些东西啦 然后至于呢 如果你讲习题上面的话 习题上面的话呢 其实就是课本那边啦 课本那边啦 课本那边的习题呢 你可以看到就是 它比如讲 在你的那个课本后面 就是第205面的话 就是205面的话呢 其实你可以讲 你要怎样判断地球是一个球体 所以这一些都是你的那一个 你的那个答案啦 比如讲海面上远去的帆船 船身比那个它的杆先消失咯 或者是月片时等等啦 然后呢 其实 你上internet的话 其实你要如何证明地球呢 其实 我还找到有一些东西啦 比如讲 你爬到最高上面 然后你再观望过去的话 你会看到最远那边呢 它的地形是会凹下去的 其实 这一个呢 靠这一个的话 其实我们大概大概也可以猜想到 地球其实是远的 可是你要站到很高啦 你看 站到非常高咯 好 你要看过去咯 然后或者是你讲 影子跟木棍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就是太阳从东边升起 从西边降落等等啊 所以这一些都是 你可以看到它的影子会变咯 它会转 转一个 它就是会转的 OK 然后或者是你讲乘飞机航行咯 时差的存在 然后追 追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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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有逻辑啦 你就用太空的照片啦 最有逻辑啦 这个呢 完全就是 能fight得过 你这一些假设啦 因为你跑上去太空 拍一张照片 你就赢了 OK 这个就是最有逻辑啦 虽然听起来它的答案是乖乖啦 可是最有逻辑咯 太空的照片 只是你的那个课本的205面呢 它的这个第一题啦 它应该是讲就是 你的科技如果没有那么发达的话呢 你不能讲太空的照片啦 因为那时候它的科技没有这样发达嘛 所以呢 你就只能是讲这一些咯 如果你科技发达的话 太空的照片其实就是一个其中一个例子 对吧 就是可以证明到地球其实是一个圆的 不需要讲那么多废话 看那个图片你就赢了 所以就这样 很多啦 所以这个呢 或者是你讲 用科学语言描述地球的形状的话 所以它就是两极 烧片 测到落骨 所以意思是说就是南极跟北极 它就比较 短啦 测到的话就是比较长 南极跟北极那边呢 它就比较短 它距离比较短 可是短也是没有短多少不了 几十km罢了 测到呢 就是会比较长一点 来来去去就只是差那个几十km罢了 如果你讲地球仪的话呢 就是零点多mm毫米 你根本就是看不到 所以就是这样 然后第三 其实就是看地图的 所以这个是要看到地图的 找出马来西亚周围有那一些海洋 这个是要看地图 这个真的是地理 所以如果你讲科学的话 科学应该是大考试不会出这个东西 然后它是不会出这个东西 这个是莫读地理 第三题应该是不会出 然后第四 第五 第四题的话呢 跟那个 第五的话呢 它也是比较 第四的话是比较logic一点 算是一个常识题 因为你讲 你们讲就是世界陆地淡水 三分之二分布在 基地跟高山的冰川 就是六十多percent 所以刚才就是有分析给你们看了的 就是你的那个 饮用水 淡水 它有三分之二就是冰川水 三分之一就是地下水 然后呢 当中三分之一 真的是通常我们的淡水的来源 我们的淡水的来源 你讲冰川地 很难啊 冰川地 很少人会跑去南极 跟北极那边拿水 就是这样 然后第五跟第六的话 第五是要看地图 所以马来西亚主要的地形 其实就是有山地 丘陵 跟平原 如果你讲有 还有高原 除了这些 还有高原 山地 丘陵 高原 我多一个 高原 和平原 然后如果你讲 盆地 盆地好像是没有 哇 海洋的体积啊 他们其实应该是用 深纳吧 哦 Sona 来test出来 Sona 大概大概了 它只能用深度了 然后再以那一个公司来计算出来 多少liter 我怎样懂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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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过后 我再来找看 深纳了 那一个超音波 海豚他们 要怎样沟通呢 他们其实就是有超音波的 或者是蝙蝠也是一样 蝙蝠他们就是 看不到嘛 所以他就是用超音波 来 分析出 他们的那个猎物在哪里 超音波 木星的大红班 是有一个超级电力波发射形成 这个 这个其实是比较深的 这个 其实不会 因为我们其实是 我们的脑部没有这样强 海豚的脑部 海豚的脑呢 是比我们人类还要强的 所以强到一段的等级过后呢 他们就是可以释放出那一个声音 那个声波出来 其实我们是detect不到的 我们是听不到的 那个声音 我们是 其实 海豚 海豚很小的时候 就已经给他的伙伴 称呼一个名字 他们以后怎样叫 就是叫他 所以 所以其实 其实那个是 就其他的生物 我们人类是 不能做出这些东西 我们人类的大脑是 我们脑部是 做不出这些东西 所以就类似这样 如果你讲 海洋的体积的话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这个我还要去找一下 我还要去找一下 不是讲比我们聪明 就只是他的脑那边 他 要怎样讲 他 就是多了 这一个功能 多了这一个功能 我们都不需要 我们都不需要 因为我们住在 就是在陆地上 然后我们都有光线那些 我们都不需要 如果你讲海豚 蝙蝠那些 海豚是在 海底下面 有时候他深海那边的话 他的那边光线 都没有这样多 下面又是很暗 所以他们有时候 就是要用这一个 方式来沟通 或者是蝙蝠 他在山洞里面 也是很暗 你都看不到东西 又没有光 又没有光在里面 所以你就 他们就是进化 得到这一个能力 进化而来 然后人类的话 就不用了 我们都不需要 这个东西 我们就只是 在陆地上看就可以了 海豚 其实他的智力 也是算高的 在动物里面 猩猩 猴子 他们那些 还有海豚 他们也是很聪明的 不是所有动物 都是 都是傻傻的 有些是可以学东西的 只是呢 我们讲 世界上 最聪明的动物 还是 属于我们人类 还是属于我们人类 只是呢 有些的动物 也是在聪明的等级 我们讲 我找到了 海洋的体积 是13.710 630千米 13.7 7亿立方千米 OK 立方千米 OK 13.7亿了 立方 千什么 然后他的平均深度是 3795米 就 就类似这样了 OK 所以其实 这一个 这一个 这个体积呢 其实你也不需要去背了 我们只需要知道 就是他很多了 所以你也不需要去背了 我们只需要知道 就是我们整地地球里面 70%就是水 30%就是陆地 然后当中那个70%的水里面呢 有90多%是咸水来的 然后剩下2%多呢 就是淡水可以喝的 可是那个淡水 又在细分成60多%是冰川水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越来越少 能喝的就是很少了 然后质疑他有多少Litle呢 其实你不需要去记 好 好 看 看 看 感谢观看